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人總是喜歡將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視為靈異事件 與鬼神扯上關係 不同宗教對鬼 有不同的演繹法 無神論者更加將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 虛構了妖魔鬼怪幽靈 還是魔鬼施了術 創造了靈異錄 HK026會以不探靈不誹謗 不妖言惑眾的角度 實行靈異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 去應對人世間的靈異點滴 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HK026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今集只有我一個 由今集開始 我阿Kym 是這個026的特約主持 會帶大家從多方面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靈異錄 一些靈異事件 今集繼續有我親身經歷的 一些經歷 大約是六年前左右 當時在我 還在做全職 當時我在灣仔 一間律師樓 主力都是做圖案 大家都知道 作為很多老闆 他們當然不只做圖案 他們當然說 離婚的案件會接來做 遺產、遺囑 也會做 買房子也會做 基本上 很難會跟老闆說 這些案件我不做 沒有的 甚麼都要做 一腳踢 每晚都差不多做到 晚上十點多 11點鐘 即是在工作 早上 九點多 十點多 你便要回到辦公室 而我當時的老闆 其實是一個工作人員 由早上到早上 每天很早 你便會見到他在 晚上 亦都是 齊齊會佛樓堂 大家知道甚麼事 當時我記得說 大部分 大部分一些 你要知道 reception姐姐 通常六點鐘左右 她們可以準時收工 大堂的燈會關掉 因為環保理由 而辦公室內的走廊 房間內的燈當然不會關掉 大家繼續做 每晚大概做到 七點多八點 其實很多秘書姐姐 都已經會 陸陸續續離開辦公室 剩下的就是 fee earners 或者是 老闆 或者我們大家同事 都會做 幸運的 我們便可以十點多鐘 便可以收工 不幸運的 可能要踩到 三點多 或者十二點多 如果第二天有個案 要丟上公司 可能要踩得更晚 有時到凌晨一兩點 還在踩 當日我很記得 大部分同事已經走了 只剩我一個 真的只剩我一個 我正在坐的房間 就是一間玻璃房 其實那個辦公室 大部分同事坐的 都是一個辦公室 對不起 都是一個玻璃房 我記得我的房間 就是 其實它那個位置的 構圖 大概好像 是一個L-Shay 我就是這裡的辦公室 然後 然後 我的房間 就是我老闆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 然後 就是一條通道 我玻璃房 看出去外面 那些 一格格的 就是一些秘書小姐 他們一邊做事 Clarke Paralegal 而再出去 斜外面 那裡就是Reception 姐姐 然後一個正門 大堂 會議室 那由我房間 出去門後 大約是三分 我想是 三分 不用三分鐘 就可以出到正門 OK 那當晚 因為他們離開了 變成外面 關燈了 只有我自己的房間 就開了燈 大家也可以想像到 玻璃房 你開了一盞燈 當然會自己看到自己 某一部分 反光 另外一些陰暗的角度 當然我可以看穿外面 那當時我要做 我有個Case 第二天要交的 要上法庭 那一晚我已經很累了 做一做 我突然聽到一些 密碼鎖的聲音 就是 啪啪啪 拍卡 一、二 推門進來 很明顯 我心裡沒有想 我在做事 我在想 當然有同事留了東西 我就看一看 看看誰 八八掛掛 看一看 我就 在暗的影子 再穿過去 除了我自己 看自己 我還看到外面 我看到他人影走過 而他的身高 就是我們一位 新同事來 身高 外形 背影 都很類似 直走直過 穿過 兜過 我間房間的門口 我間房間 當時我習慣了 除了有些特別情況 例如打電話去警署 或者什麼 我就開了門 否則的話 基本上我的門是長期開的 我會聽到外面 在說話 有時你會看到外面的秘書士 在做什麼 或者同事來找你 又方便 好了 我明明聽到聲音 看到人影 他這樣走過 我沒有理會他 我繼續做 當我大概做到 我很記得 我看一看 那時大概是十點四十五分左右 他應該進來差不多五分多鐘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間辦公室是很大的 另外那邊的辦公室 如果去到那邊 就負責在中國大陸 有些什麼 比如說民事訴訟 或者什麼 那邊就會在另外那個辦公室 公司另外那邊去辦公室 他燈制又不開 怎可以摸黑這樣走 我最初在想 他會否留了東西 可能拿回東西 就馬上走 但又不是 我看到他沒有走回頭 沒有聲音 我聽不到聲音 就離開 我知道他還在辦公室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站起來 我就走出去 我房間的門口 我大聲叫他的名字 他一直沒有人回應我 我再繼續叫他 他都好像 我聽不到任何東西 於是我就在想 待著 我不如說 開了盞燈 走過去 看看是否真的 那位同事 因為我是拿鎖匙 其中一位拿鎖匙的人 也是當時公司裡 最後一個 如果中間有位陌生人 進來公司 我都要負一部分責任 所以我當時就在想 不如開燈 找他出來 然後我就在想 我叫了他這麼多次 他都不回應我 會不會根本上 這個就是陌生人 如果一個陌生人 或者說得不好聽 就是會不會有賊仔進來 如果有賊仔進來 他可能有刀 或者有其他東西 去到那一刻 我就開始擔心 我就在想 咦 都是不好了 不如收拾東西 收工 我就是這樣想 人去到那個 有種恐懼的邊緣 就會作出這樣的反應 於是我就 咦 什麼都不要管 馬上走完自己的桌子 就 那些檔案都不拿 我自行 拿起手袋 拿著抽鎖匙 自己的房間都不鎖 關了燈 就衝出去門口 即大門那裡 去到大門那裡 我還將門 一定要反鎖 因為最後那個人都要鎖鎖匙 到我鎖完鎖匙之後 我就在想 如果那位真是同事 如果真是人 我便鎖了他 反鎖了他的辦公室 其實當時都比較忐忌 不要理了 當時我就在想 不如去到那個電梯口 那裡 電梯口 那裡 一到晚上 其實大部分 人士如果在那裡上班 都會知道 他其實在晚上 超過8點 他的電梯是鎖了 他全部鎖了 其實很危險 如果火燭金走不了 那你就要靠 他旁邊貼了一張字 有電話號碼 你要打到樓下的管理處 就可能要叫管理員 放一部電梯上來 你幾樓 於是打電話 打電話 他的電話收得不太好 打電話 都等了一段時間 結果 就被我打通了 便去到樓下 當我到樓下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急不及待 就馬上去問 管理處的姐姐 我就問她 剛才是否有人 上來某一層的單位 她就跟我說 她就說 沒錯 是有個男士上來 當時我心裏便覺得 哇 我直接笑了出來 即是那個 又不是賊 又不是鬼 應該是同事 於是 於是我就打電話 上回公司 我就想 我會否反鎖那個人 而且我也問 那位 樓下 管理處的姐姐 我也問她 我說 這麼晚她還上來 她說 是的 她說 這個人 其實 近幾個星期 每晚都這麼晚 都是這個時間上來 我便覺得很奇怪 其實 我又很少見到她 真是OT 都這麼晚 又 不以為意 即管打電話 上去辦公室 看看 我便反鎖了人 我不想我回家 有人叫我 拿鎖匙開門 我便打電話 沒有人聽 既然沒有人聽 我只能不理 便離開了 到第二天 我亦沒有主動 和秘書姐姐 公司的聚會 或者和同事 說回前一晚的事 因為那天很忙 到後來 因為工作壓力比較大 工作時間比較長 我便沒有在那份工作 即我已經離開了那間公司 但在我離開之前 其實有些熟的同事 大家都會有時 一起約會 一起吃午餐 都會聊 我都將那件事 和我身邊熟的同事說 因為不熟的人不說 免得你嚇壞人也好 總之都不太正常說這些 我和幾位熟的同事 雙熟的同事 他們都跟我說 他說 他比較好怪 你看到他 你看不到他的眼神 他說的東西 有時好像語無論次 應該這樣說 他們看到一件事 也很怪 他們說 有時看到他 突然間神出鬼沒 突然間到 突然間不在 而事後 當我離開了那間公司之後 他根本不在這間公司工作 但也有其他同事 說見到發生有類似的情況 這是我扣過 我離開了那間公司 還有一些舊的同事 會在那裡 他們告訴我 所以我一直都在 有一個疑惑 究竟我當時看到那個 是那位同事 還是那棟大廈的單位 是經常 有一個 去到某個時刻 就是一個人出現 而大家也會想 一定會猜一下 那棟大廈在哪 阿Kym 我可否說一下 我扣露一點 其實那棟大廈 就是灣仔 一棟歷史悠久的商業大廈 也挺高的 樓上一間旋轉餐廳 圓形的 我想大家都應該猜到 是哪一棟大廈 OK 今集先說到這裏 拜拜